我們現在請來鄧副校和梓妍 過來跟他們聊聊天 剛才Jayden和馬太太都說 學校的中文科原來有一個很大的改革 是由鄧副校去沾手 去做這件事出來 究竟為什麼會把中文科改了一點 也不是一點 導致自編的課程 編課程辛不辛苦 為什麼會自編課程 而不是再用那些傳統的書本呢 其實是下本課程 一開始 我都不是這間學校開始的 是我以前已經開展了差不多九年 在九年期間 其實除了我以前服務的學校一路沿用 中間我都會借調去教育局 教育局是因為看到 我們以前的舊學校見到有一個成校 就叫我跟其他學校去做一些支援分享 當時我都是用試 發覺如果一間學校可以 會不會另一間學校都可以 那段時間是在做這件事 後來因為受聘來這道學校的時候 後來校長也有問 如果要從教師的專業發展 學生的轉變上入手 有什麼可以開展呢 因為我之前是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學校可不可以做一個轉變 所以我們當時在想 而這裏其實是一間中文學校 除了英文之外 是用中文為大學語言的一間學校 用普通話嗎 普通話是沒有的 普通話只是普通話課 普通話就是普通話課 是的 其他全部都是用我們粵語 我覺得如果學好了一個最基本的語文能力 他都學其他課應該不難 是的 所以我們說不如我們在這裏做開展 而我深信我這個課程 其實不只是教學生的知識 是應該將整個中央課程 無論是語文科的聽說讀寫 應該有文化有文學 甚至是品德情義 尤其是我們語文老師 我們這些是雜無旁貸的 是教學生的品德情義 所以我們大家因為理念 和校長的理念都相似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開展 初初是這樣的 校長也有問究竟一幾年級開展 很久的 因為有很多學校他們會選一年級 我們都很大膽 我以前試過都是五年級開始 但校長在這裏一開就六年 因為校長他深信 如果這個課程是一個好的課程 那些學生都快要離開學校了 應該要讓他們感受一下 所以我這個課程 其實下本課程主要是高小 因為在初小 學生應該學習一些很基礎的語文知識 他字、詞、基本的句子 如果他已經認識了一大堆的字詞之後 其實他到了四年級 應該是他的思維發展 九歲、十歲 可以組合一下 是的 然後我有個方向 就是除了學習語文 應該學生的思維 都應該是一件發展 所以我們就是由高班開始 主要是這樣 就是你得到校長的大力支持 是的 沒錯 不如問問你對校長有什麼問題 還有 我剛才聽馬太說 他們家長其實都反對 很大反對 我第一次來他們的家長會 因為剛才他們有五年級到六年級 其實都擔心的 因為未見過 未試過 而且是接近畢業 是的 我第一次來到 我都挺震撼的 是嗎 校長用四個字形容 群情洶湧 是的 但是我又看到其他老師 就是出來教 這裡已經圓有教學的老師 他們都很有信心 自己覺得這樣的改變 是好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 自己本身的老師都已經有信心 是嗎 最重要是我們的老師 如何走 我只是一個火車頭 走的時候 自己有信心 校長有信心 我們的老師都很多的解說 去安心 就是安撫家長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 值得嘗試 是的 亦都是走順利了一步 當時我想 家長這樣過了 但是家長當時有很多擔心 我們都盡量滿足 可以的話 譬如家長說 我們不太知道課文 你可否給我們一個單元看 沒有問題 我們又不知道 因為七校都要改變 模式 又沒有問題 所以盡量讓家長先放心 所以 接著 摸著石頭 走 但是有一個很好 走得好 是因為我們的老師團隊 走得配合 配合 我就要求校長 我們需要有一些共同備課的時間 老師要經常有很多時間 要一起去談我們的教學 因為我始終第一年推行 老師也第一年 對 要很多時間 我們的腦袋要大家溝通 所以校長也不好 因為這樣的改變 他要每個星期有一節 讓我們老師坐在一起 但在這方面 我看到現在的發展老師 不是再是這一堂坐在一起 任何有時候 我們老師都可以立即拉近 其他同事就談 專業的對話門 就在我們學校裏面 就有一個好好的風氣 對 有好好的風氣形成 還有你會看到是為何 為學生 去講我們的教學的東西 有時候我冷眼看一看都挺開心 其實透過這件事 老師自己很大成長 對 對 自己的思維都改變 對 沒錯 這是真的 因為他改變了才可以改變學生 對 他自己進步學生才跟著進步 對 令到我最大的看到 就是我們的學生有能力去做轉變 因為家長的支援很久 尤其是新的課程 於是我們就開了幾次的家長會 每一次的七校我們就開一個家長會 就告訴他們 我們的學生的能力去到這裡 我們需要你幫忙 幫我們怎樣支援學生 起碼變成他跟老師之間 基本上他就入了課堂 他又知道我們做什麼 他也有份讀書 對 沒錯 原來他就是這樣 其實也不太害怕 甚至練一段題目 我們怎樣評分 我們都告訴他 都說了 其實恐懼就是來節目 沒有錯 不了解而已 沒有解而已 知道了之後就很十分 所以我們今年多了很多家長會 任何老師在學語教場 都有任何轉變 研究 或者評估的數據 我們全部都跟家長說分 其實因為這件事 令到學校、家長、老師 大家之間 更多互動 互動 大家明白 因為以前家學合作 是放在一個很形式性的東西 例如家長會 互動 有什麼問題 現在不是 現在是核心課程 對 現在要讓他知道 我們正在教他的小朋友 是怎樣教也要說 對 怎樣評分也要說 對 我們也告訴他 如果小朋友有這個改變 其實小朋友改變了 他們很多時就會很細緻 而且家長很好 現在經常都會告訴我 他看到小孩子有什麼改變 甚至 他們很開心知道 小孩子的能力去到哪 沒錯 提升到哪個級別 其實最開心是你 對 而且小孩子很難表達自己的情感 對 但現在我們用情意教育 做選材的中心 所以我們要選一些編章 一定要很經典 留情看很久的 難怪你知 剛才他跟他說 有什麼背影 對 即是用感情來打動 對 看起學習中文的興趣 同樣 他們會在他的生活上 其實都注意到他周圍的事 周圍的人 周圍的環境 他不單止熱愛 他還有很多周圍環境的人 他都會熱愛 所以他欣賞人的角度多了 手指指別人錯處是少了 即是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即是同理心和傷心秘己 相處上面很大的進步 對 所以兒子是容易的 因為爸爸會說 今早兒子說 爸爸今天下雨 記得帶傘 爸爸就說 對 因為從來都不會 對 這些都是幫助家長 去看自己小朋友的轉變 他們應該的關係又會好一點 整家都不想 對 到阿芷賢 我知道你今次跟學校去了北京 去見識一下 在北京那裏你又做了一個短劇 你又做了太子 你又覺得 北京的課程和經歷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在這個課程裏面 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由思維上 不是中學歷史 很多方面都學了很多東西 即是體驗了 不只是課本上學到自己 即是去了這些地方去參觀 真是令我深深地體會了中國的文化 嗯嗯 譬如你有沒有說參觀了哪裏 感受深一點呢 我都去 我們都去了圓明園 嗯嗯 那呢 那呢 那我就 那我就 學識了中國的歷史 嗯嗯 那我就對中國 就是很 感到光榮 因為我們這些同胞一齊 就由香港去到北京那裏去參觀 嗯嗯 那就 還有我都見到 就是很多人在旁邊就說普通話 那就是終於 就是我們這麼多人 竟然都可以合在一起說普通話 覺得很因為 嗯 因為這樣是不是會 更加喜歡中國 更加榮幸自己作為中國人 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更加有體會 嗯 還有對你的學習 對讀中文 對學中文有什麼特別大的幫助 嗯 就是譬如有些 有些中文就本來 可能粵語就難一點明白 誰知道可能普通話反而就容易一點明白 哦這樣的 是這樣的 這樣就明白了 是 還有就是 因為中國那麼 就是很多年之前是用粵語 我們 香港就用回粵語 粵語和普通話合起來 我們就有一個很深的歷史 有一個很深的歷史的體會 嗯 如果再有你夢再去呢 會 好 當然啦 可以 我也想去 出去上課 不用了班房 我很想去 那你們又 對陳校長有沒有什麼感覺 對陳校長這個校長 對呀 我覺得校長 比我們有更多啟發 大學賓經的過程 很多事我們不只在課本領域 是直至身體都領悟了 嗯 嗯 然後就令到我們學東西不只是 就這樣學了 直接是體會 直接是 嗯 就是 每晚都有很多反思 是的 因為我們北京有很多反思 我們都會做 每天都會學到一些東西 又有領導的能力 又有照顧我的五年班 因為我身為六年班 我都已經帶過高個陣營 嗯 然後我們這麼多同學一起 那都很開心 一起去學習 嗯 嗯 那學校呢 有什麼感覺 對陳校長 嗯 我覺得如果要改革一間學校 提升一間學校 如果只是硬件性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政策上的推行 其實是困難的 嗯 但是我自己覺得 校長是會用了一個 他會 因為如果我要形容 我自己以前讀一些領導的形式 我就會覺得這種是一種叫做 服務領導 嗯 他會很有系統 比如說 他要先讓我們在這裡服務 我們先要知道自己服務的團體 嗯 辦學理念是什麼 我們不是進來 不是只是進入了課室 或者做一些行政上的事 所以校長之前 在他們去北京之前 是跟我們一些老師 去了北京做了一個 即是預先的考察 讓我們親自告訴我們 其實耶穌會的白學團體 理念是怎樣的 在裡面做了一些當年 當年耶穌會在中國內地的一些建設 我們才有感受 然後跟我們聊天期間 才問一下 這個感受不應該比我們學生 都應該要有呢 在這裡讀了書六年 起碼要知道自己的白學團體 理念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是慢慢形成了他們這個 再回來我們才會再做這個課程 同樣他都是讓我們的老師 如果有這個改進 我們一定要老師 他要譬如我們做過一些教師的形 無論是在宗教上 在個人老師自己的關係上 他才跟我們做了一些 我們要感覺我們在這間校教 我們的驕傲在哪裡 我們的驕傲不是因為教學的名字 我們的驕傲是因為我們大學生 學生做了些甚麼令到我們驕傲 學生做了的事其實是我們老師教出來的 所以我們先要對自己的自信心要先救 還有說得出的 實質的 然後我們慢慢去推行其他東西 我們老師的團隊就會慢慢形成 還有每件事都有一點一點去試行 我們現在這個後本課程都是 由一級開始 然後到兩級到三級 然後將一些好的東西 即使低廉班不用的 但好的外物就下低廉班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部份上高 是讓我們舒服的 先感受好東西我們才會做 而且他自己會身體力行做 跟我們一起走這條路 大家想由很反對 然後很讚嘆 是啊 最重要是他不是一個指令 他是一個自己的理念 然後一起走一條路 慢慢就放拳給我們 連我們的領導能力其實都 因為剛才有指令 他看到一些領導力 我們其實有些甚麼可以用過來 這個就是他個人的風範 其實令到我們看到 我們前面的路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繼續努力 可能我們就是這樣 沒錯 好 等下陳教掌 待會兒自己看看 看看會否可以 再更加追求一個卓越回來 其實成功無效 是啊 十字名歸 沒錯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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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